剛才說到溫家寶起這個沙斯之後 來到香港,看回自由行 我忘記的時像是怎樣 說了一句說話是香港存在深層截矛盾 當時沒有人識解,亦有很多猜測 我們先不要說深層截矛盾是甚麼 先學一下資本家是逐利 資本是逐利,這是一個必然的 差不多是一個奔利現象 他們去到甚麼程度,都是馬克思順徒說的 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 這些資本家會出來行股滑 如果有百分之百利潤的話 這些資本家會違法達利 即是說不適破壞法律 這個法律都會去取利潤 如果利潤達到百分之三百的話 但是這法律都會去做 這法律都會去做 這是一個很生毒的 如果不抑制不引導的話 所謂自由市場自由機制的話 一定會走到這個情況 說說溫加寶 什麼叫做深層截矛盾 商場 商場很生意 商場租金上升 然後下一個的現象 又會帶動住宅 雙限都會上升 對不對 對呀 對呀 馬克思可能會再提醒你 你覺不覺香港在沙斯的時候 都很少做地 那些地都是很不夠的 問題在哪裏呢 當這個商下 當這個商場 當這些租金都上升的時候 下一波就輪到住宅 留價一定飆升 我不說馬克思 我當時是做記者 在這個地方看見曾蔭權 就在那裏說 那些人問他 現在的樓價升得很厲害 就是沙斯之後 樓下聲 飆升得很厲害 因為所有的租金 洗字樓全部都上升 住宅都控制不住 有些很奇怪的半山樓 突然間可能升一兩倍 問曾蔭權 其實是否應該有些措施 曾蔭權說 這些半山樓 其實不關大眾的事 其實你們住不住 可以住全港 我當時已經打過得 如果馬克思再跟我們說 就說 你看到香港在這個自由行 在這個疫後 有這麼大的佩服 你看GTB 可能會上 各方面的數目都好 那些問題 我和你 或者普通人打工的 有多少得益 真的沒有 再看看香港整個經濟 整個資本走向 要不就走出去外面投資 要不就繼續買地 繼續做一些其他拼購 好像沒有動過 香港沒有轉型 於是乎年輕的大學畢業 就走去拿一個拉架出去 叫人去推銷電信服務 然後很多不是讀到大學的 年輕人就更加做一些更加低的工作 包括去做飲食業 因為那時候設行很和 大眾除了你有樓 除了你有資產之外 是不會有新的血液 新的利潤 新的紅利 我們分享得到 所以那個深層次麻煩 是不是熟悉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經濟的溫家寶 我看到整個香港的資源分配 是出了問題 是的 不斷捕自由行出來 很多人來買東西 很多很多賺錢 於是商場不斷加租 加完租金又扯捕其他地價 先由這個山頂一路撒下去 甚至熟悉馬克思 接著到現在天水圍 將軍告 賣幾兩萬元呎 我們的紅利在哪裡 於是我們永遠看不到 其實自由行來到香港 對我們大眾有問題 深層次麻煩 就會導致你剛才出的問題 大家會發脾氣 我們會見到人踢行李箱 踢自由行李箱 出去罵人 開始有佔中的聲音 為發達的聲音 因為社會日期不公平 這些事情 如果馬克思來香港 看到這些事情 他會很詳細和你們解釋 不過 我用一個很顯展的例子 告訴大家 資本主義 除了剝削工人 即是把我們的責任價值 全歸於資本家所需之外 他的資本 會作無助擴張 另一個更加力人頭痛 就是現在國內都面臨的問題 就是 資本慢慢會走到無罪擴張和壟斷 甚至乎再擔心 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錢可能會走進這些上市公司 將這些上市公司本來做實體 就變成金融化 例如蘋果、Google 都不只是做的波特 都是利用金融手段 摘高的資產 回購回 總之是得務正業 因為實體經濟金融化之後 整個社會走向又會去到死胡同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 如果我們讀過他的基本原理 你也會知道 整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就是資本主義的制度 都是有這個缺失的 但是是不是老子都流血革命 這些經濟經濟經濟的理論 就變成一個威脅力革命 其實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現在那幾百年不太好 即是二百年 百幾二百年 依然還是資本主義制度 但是你今次疫情 今次看到美國和西方 你也知道它是有問題 但是不需要隔離 你看看它叫中國模式 是混合了社會主義 經濟主義 自由市場 有一個混合式 這就是馬克思沒有提出 因為他提不到這樣的隔離方案 其實原來兩邊 資本主義也好 這個 社會主義也好 各有所長 但問題要根據自己本身的國情 去做一個調教 其實美國也看到很多情況 我相信你讀 我相信你讀 我相信你也認識 Peter Druck Peter Druck 1989年 我相信出了一本書 《Managing for the Future》 這本書第一章已經講到 美國企業開始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大量的交易基金 和大量的共同基金 就入股上市公司 甚至入股上市公司 什麼問題呢? 他們承認了董事股的勢力 就是要求你的主義 你一定是找短利 最快 最膨脹的利潤 於是 Peter Druck 1989年 寫好這篇文章 《Managing for the Future》 其實有很多 散文在一起 他警覺到 一件事 就是主義應該 其實不只是 爭取短期的利潤 其實長期的報告如何 一旦有共同基金 和退休基金 這麼大的財政度 就必然令你的公司 金融化 你看看 例子說神經病 在公司都是這樣 抱歉的 中國一間公司叫華為 沒有上市 任正非說來說去都說 我永遠不會上市 就是避免有金融化這個問題 所以整個資本論 會看得到就是 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 就是這個 正如價值的問題 正如價值就是 給了公司之後 所有的利潤 我們不分成 第二件事就是 資本的壟斷 走到很多人 其實小的生意 一定是歸於大財團 各個變成打工 另外還有莫Sir 第三 就是令到公司是金融化 實體沒有了 譬如美國現在的走向 清清楚楚 所以看馬克思經濟 你是要放下 我們讀西方的經濟理論 自由理論 再看看中國的情況 不用說比較 我們就一清二楚 其實沒有什麼神奇 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呢 趁著馬克思 就是二八零三歲 受審 出來說一下 因為其實本來 還有很多話題可以說 不過 這件事 似乎真的要說 正如說 社長盧李宏都說了 其實 其實香港要變 需要變 不是再 什麼叫做 找個魔鬼出來 或者繼續去開放 不是的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混合的 新的經濟混合的改變 就是 要一個重組的階段 就不是再 完全開放 完全是給資本有機會去擴張 而我們 你想想 這個沙士我們不是很清楚嗎 很慘啊 大佬 市場起了一把聲 人工 即是基本的人手 例如說服務員 低薪工作的人 就差到爆 但是 弱力升了一點點 但是高質素的職位 是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資本沒有作為 政府沒有作為 其實政府有作為 不過 譬如董建華那時候 有幾個作為 不過很快 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了 這個要警惕 究竟我們香港 未來做什麼 我們是不是還在說 自由主義 什麼自由權利 我們西方什麼 我想未來的輿論戰 已經在打 美國來到 開完這個G7 會做事 很多民主宣傳 來香港 國情教育是怎麼教的 那些先生 我想 他們未必好像我這樣 去說這些 可能 他們又不溫書 可能又不吸收 我都繼續告訴你 自由均衡 資本制度 如何優秀 美國如何 壯大健康 我想方方便便都需要 我也是有感而發 盧永雄社長 覺得很清楚 其實這些事情 其實我也 屈懷屈懷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好了 時間夠了 好 各位馬克思203歲生日 我們分享了很多 新的經濟理念 希望香港找到一個好好的出路 多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